中医上讲,痰多生百病,痰作为人体内的一种病理性产物,也是一种致病物质,痰会随着我们气息升降来回跑,堵在哪,哪就会生病,很多疑难杂症根源都在于痰。 比如,痰在肺里,就会习惯性地咳嗽,然后吐出一口黏乎乎的白痰。不过,咳白痰除了痰进入肺里,还有可能是肺癌。 肺癌是发病率及死亡率极高的恶性疾病,有47%至86%的肺癌患者存在咳嗽,以见歇性或振发性刺激性嗝壳为典型特点, 通常病成长,亦反复发作。咳嗽是清除气道阻塞性或防御有害物质入侵的一种反射过程。 而肺癌引起患者过度咳嗽,可能与过度刺激及化学感受器敏感性有关。 由于感冒等呼吸道炎症也会刺激气道,引起咳嗽反应,所以常与肺癌表现混淆。 实际上,感冒引起的咳嗽与肺癌引起的咳嗽有很大区别。 一般感冒或呼吸道疾病引起的咳嗽,通过治疗慢慢会痊愈, 而若是在用药超过一个月,还没有缓解症状,就要警惕是肺癌或者其他疾病的可能。 如果痰在心脏中,阻塞心脉,就会导致心脉不通,结果造成心痛、心梗。 如果痰在咽喉里,它这种痰不是咳嗽上来的,是缠在嗓咽喉处的,像线圈一样让你吐不出来,咽不下去。 中医将这种病称之为霉合气,霉合气本质是痰结在咽喉,如果是痰在胃里,就会导致胃胀。 痰还能进入人的脑子里,导致头晕,头痛,老觉得天旋地转,站不稳。 如果痰跑到经络之中,导致经络阻塞,痰越聚越多,就会生成一些肉眼能见的肿块, 比如甲状腺肿、脂肪瘤、乳腺结结等等。 不管痰在哪个地方,都会形成疾病,这才有了痰多生百病这句话。 所以,把痰化解掉,能够解决相当一大批的疾病。 化痰的方子我们讲过不少,如果你想简单点化痰,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食疗方法。 一、痴子。 中医认为,痴子性寒胃甘微色,龟肺、脾、胃、大肠经,具有润肺化痰、清热生筋、色长脂粒、健脾异胃、生筋润肠、凉血脂血等多种功效。 对于秋灶咳嗽有痰的人来说,吃点柿子能有酵润肺化痰。 但值得一提的是,对于便秘的患者来说,色的柿子不要吃,如果视皮较色,也最好去皮食用。 因为色的食物大多含有丰富的柔酸,这是一种收敛物质,对大便有收敛作用,容易造成大便的干节等,加重便秘症状。 去皮后,柿子肉中的膳食纤维及果胶就能够良好的软化大便,缓解便秘症状。 二、花生。花生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以及不饱和的脂肪酸,可以起到浮症补虚以及润肺化痰和止血生乳、沥水消肿等作用,并且还能增强人的记忆力哦。 所以,凡肺虚之人,不分肺气虚或肺阴虚,都是一用花生水煮服食,不可炒后食用。 三、豆浆。中医认为,豆浆有沥水、润燥、清肺化痰效果,很适合秋天饮用。 豆浆中含有类似人体的女性和尔蒙,有助皮肤光滑白皙,也可维持体态。 豆浆的不饱和脂肪酸高,纤维多,且卵磷脂可以建脑,并可调节血脂,增加钙和骨质密度,改善停经后的更年期症状。 四、罗汉果。罗汉果被人们誉为神仙果,具有清热解毒,化痰止咳,养生润肺,去除口臭之功效,而且对喝酒过度等引起的声音嘶哑,咽干口渴等效果有加。 并且可调降血糖质,改善糖尿病,咳饱嗓子,还可治疗风热习肺引起的声音嘶哑,咳嗽不爽,咽痛等症。 可用于肺火造咳,咽痛失音,肠造便秘等症状。 购买罗汉果时,可以选个大的,形状圆的,最好是摇不响,咳不破的。 因为罗汉果需要烤肝,所以一定要选择烤好的罗汉果,否则容易出现发霉生虫等问题。 五、白萝卜。 中医认为,白萝卜色白鼠筋,对应五脏中的肺,其性肝平胃心,归肺脾经,具有下气、消食、除脊润肺,解毒生筋, 利尿通便的功效,主制肺尾、肺热、便秘、吐血、气障、食质、消化不良、痰多、大小便不通畅等。 白萝卜性平,对脾肺皆有好处。 可以煮水,吃萝卜,配合白糖,姜丝可致寒壳,配合菊花,金银花可致热壳,配合银耳百合可致造壳,配合山楂,麦芽可致鸡食咳嗽。 六、薄荷。 薄荷味心性凉,善于疏散外感风热。 滇南本草中说它致伤风咳嗽,实为风热咳嗽。 简便丹方中也介绍单用薄荷能清上化痰,利烟阁,致风热。 故凡风热感冒咳嗽或肺热咳嗽之人,以薄荷带茶饮颇移。 薄荷九克,生甘草三克,白糖适量。 将甘草洗净,放入砂锅中,加水五百毫升,兼费十分钟,再将洗净的薄荷加入,煮沸片刻,去扎取枝,加入白糖搅匀。 晾凉后饮用。 七、银耳。 银耳含多种氨基酸,能缓解皮肤干燥、臊痒。 银耳性贫无毒,既有补皮开胃的功效,又有益气清肠的作用。 还可以滋阴润肺。 另外,银耳还能增强人体免疫力,以及增强肿瘤患者对放化疗的耐受力。 可以在主舟炖猪肉时放一些银耳,这样即可以享受美食,又能滋补身体。 秋天多吃冰糖银耳羹,有润肺美容之效。 银耳能清肺热,故外感风寒者记用。 食用变质银耳会发生不良反应,严重者会有生命危险。 八、尘皮。 尘皮是一味传统中药,它能理气健脾,止咳化痰,对因秋造咳嗽的人来说格外有用。 尘皮性温,胃心,苦,入皮精,胃精,肺精,可理气健脾,造势化痰,临床使用尘皮多致痰湿不化,胸隔满闷,可喘痰多,痰白粘稠。 酒、梨,梨味干性凉、微酸,具有清热生筋、润肺化痰的功效,是防治秋造的加果。 梨能维持细胞组织的健康状态,还能软化血管。 生食里有清热解毒、生筋润造、清新降火作用,煎水或加密熬膏,有清热润肺、化痰止咳的作用。 若与鼻齐、蜂蜜、甘蔗等榨汁同服,效果更佳。 食、鼻齐、鼻齐,又称马蹄、地利、尾梨、原产印度。 肥大、嫩脆者最好,可生食,也可煮熟吃或当菜肴。 有清热化痰、生筋开胃、明目清阴、消食行酒等功效。 鼻齐的地上经,中药名通天草,有清热利尿的作用。 需要注意的是,鼻齐属于寒性食物,脾胃虚寒及血虚者不宜食用, 也不适宜在寒冷的冬季长期食用,以免寒凉脂气损伤人体的阳气。 另外,鼻齐中寒淀粉较多,糖尿病患者也应肾食。 化痰偏方,除了以上的食物可以起到化痰作用之外, 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偏方进行化痰哦。 那化痰偏方有哪些呢? 一,萝卜葱白质,萝卜一根,葱白六根,生姜十五克, 用水三碗,先将萝卜煮熟,再放葱白,姜,煮成一碗汤,连扎一起浮。 适用于宣肺解表,化痰止咳。 制风寒咳嗽,痰多泡沫,半胃寒,身卷酸痛等。 二,蒸大蒜水,取大蒜七至十半,小而三至五半,拍碎,放入碗中,加入半碗水, 放入一粒冰糖,在碗上加上盖子,放入锅中去蒸,大火烧开后,改小火蒸十五分钟即可。 当碗里的蒜水已不烫了,较温时喝下,大蒜可以不吃,一天二至三次, 一次小半碗,大蒜性温,入脾胃,肺精,治疗寒性咳嗽,肾虚咳嗽效果非常好,而且方便简单。 三,麻油姜末炒鸡蛋,将一小勺麻油放入炒锅内,油热后放入姜末,烧在油中过一下, 随即倒入一个鸡蛋炒匀,在临睡前趁热吃下,每晚吃一次,坚持吃上几天,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。 四,花椒冰糖梨。 梨一个,洗净,靠饼部横断切开,挖去中间盒后,放二十粒花椒,二粒冰糖,把梨上部拼堆好, 放入碗里,上锅蒸半小时左右即可,成人一次吃完,小儿可分二次吃完。 蒸化椒冰糖梨对治疗风寒咳嗽效果非常明显。